七十多岁的杨凤之老人和他的想面 一度是派枝花市人河区平地镇 宜沙拉村的网红品牌 在岁月的流逝间 宜沙拉村能弹奏响灭的人屈指柯树 令人欣慰的是 杨凤之老人手中的响灭 在传承一百多年后 如今又由他传给了女儿 宜沙拉一族同胞 因为响灭之声而不再寂寞 从指尖流淌出来的天籁之音 是幸福的歌儿 是动人的旋律 还是永恒的思念 是动人的旋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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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动人的旋律